今天是7月11号 现在是下午的开盘时间 马上就要收盘了 指数出现了一个拉高的动作 今天是一个震荡走高 全线反弹来了 这个全面反弹来的时候 大家都应该知道 包括早盘我也跟大家说过 昨天也跟大家说过是吧 缩量调整不要怕不过欢 以后反弹没结束是吧 今天再次出现反弹了 好 这个反弹是在意料之中的 那问题来了 刚才有朋友跟我说二阳先生 这一轮反弹的话 市场的焦点会在哪里 市场的主线在哪里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把握好市场主线 没有把握好市场焦点 你仍然很难走赢大盘 甚至很难赚到大钱 对不对 那么这一轮反弹到底该参与哪些板块 听懂了没有 这一期视频很重要 朋友们一起听 如果你想在这段时间回本的 想在这段时间吃大肉的 那你就一定要跟紧的资金的节奏 跟紧的市场的一个焦点和主线 从今天的盘面来看 市场是进入了一个全线反弹 那全线反弹就有些板块会涨得好 有些个股会涨得好对吧 那哪些才是 市场的绝对的主线呢 接下来我们来讲 板块及个股的一个技术分析 但是我提醒大家 视频当中涉及到的板块 包括一些个股的技术分析 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物作为依据 从今天的盘面看毫无疑问 最强的是谁汽车 那么汽车仍然属于一个市场的一个焦点 一个重心的位置 这个我是强调过很多次 讲了很多次 如果说汽车你还没有参与的 还没有赚到钱的对吧 那只能说你的操作还是有待改善 或者说你的操作还是要怎么 要注意还记得在昨天盘后 说盘后我重点讲过汽车新能源车对吧 当时有朋友们我说 杨先生这个新能源车是吧 连续出现调整了 那么接下该怎么办 我要不要我要不要跑 其实我说的很清楚 说的很明白他要去突这个位置 他要去突这个位置 甚至要经过突破这个位置 这么说大家是不是明白了 其实说白就是告诉你 封低关注封低上升 不要说那么清楚对吧 然后而且也强调过大家 他这一次的量能 他这一次的量能 比这个量能要大 你看比这个顶点量能要大 他突这个位置肯定要突的对吧 突过去以后 下个目标不是这里的吗 所以越是往上走高汽车行业走办 越要考虑出货了 他已经涨了很多了 很多票已经是吧 涨了几十个点了 这个时候你去参与的话 风险是极大的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从目前的盘面来看 市场有几只核心票 人气是非常中望的 不说别的 第一的是谁浙江是吧 这个票的话 大家都熟悉 大家都清楚 前期也是我重点讲过的一个票 不过这个票很多人没看懂 其实说真的 这里的话一直把我强结过很多次 当时在这里也是 我告诉大家一直办怎么样 不要轻易的去追 不要轻易的去顶 但是你实在看好它 可以在什么盘中分歧点跳水的位置 就比如说这种分歧跳水 当时你看了没有 大概杀到无均压附近 所以这个位置就是大概可以博 也可以跟踪的点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去低息了 我告诉你这段时间你是吧 是吃了盘马波 但是整体来看 这种票你要记住 越是往上走你越小心了 因为它从这里启动 你看8块到16块已经翻翻了对吧 已经翻翻了 这个票的话 因为在这里出现一个什么 大幅度的调整 这个调整是因为什么 因为控股股东大股东的一个减持 不排除大股东再往上涨再减持了 所以这这种票的话 越是往上走那风险就越大 压力就越大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还有就是我在近期 也跟大家讲过了一个核心票 就比如说中通客车这种票对吧 前期腰股老龙头 大家看一下近期是不是出现一个底部移动 底部移动以后 我也强调大枪是吧 拉高不追 低点可以潜伏可以低息 后期反弹拉高 只要记住我说的话 他两个守得住五日均架线 这个强支撑 五日均架线强支撑 继续看多继续躺没毛病不纠结 但是他要是守不住 五日均架线这个强支撑的话 那么 该跑路的还是要跑 后期你没有票的对吧 你想参与的 你就盯紧了盘中的分歧点 如果他盘中出现一个重大的分歧 跳水对吧 那么你在这个位置 是可以考虑做一个低息做一个潜伏 没问题的 重点留意的是什么 重点留意新能源车方向的 汽车零部件和无人驾驶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好 接下来还有一个重点是哪里 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 重点方向半导体元气件芯片 这个是最有可能让大家吃肉回本的一个方向 大家看半导体在这个位置是属于一个什么 震荡 在这个位置震荡的时间也是算比较强的了 对吧 这里 还要时间比较长的了 在这个位置过程中 你看表前期这里有压力 但是你如果仔细看 感觉越走越稳 我为什么告诉大家 一定要注意半导体体元气线 芯片相关的呢 其实说了很多回说了很多次 我们就拿芯片来说 大家看他的一个走势 已经是属于什么 慢慢爬坡 逼近了前高的附近对不对 那你会换你会发现 对吧 他趋势是属于什么 属于上上爬的上上走的 为什么芯片要注意 因为芯片是我们国家 被卡脖子的一个方向 大家都知道 这个方向的话肯定会获得什么政策利好 也有政策利好兜底 那你还怕个啥 你担心个啥是不是 每一次我觉得有调整有低点 就是大家可以博弈可以上车的点 可以去低息的点 低息就是机会 杀跌就是机会 这个我说了很多回 但实际你不知道怎么参与的 不知道怎么去的 好盯着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什么位置 30天均加线 那么你盯紧了30天均加线 这30天均加线附近 你去做个低息 这个没有问题 后期拉高的话 我觉得问题不大 后面越往上走 朋友们越是往上走 越是要考虑减仓 现在是属于什么 属于低息的一个阶段 芯片这个方向 我前期也跟大家讲了很多回 也讲了很多次 然后芯片这个方向个股的话 近期你看也有多指标 出现异动 那么毫无疑问 这些出现异动的 出现涨停的就要重视 今天有两个涨了20厘米的 这个是肯定要重视的对吧 涨20厘米的 大家都知道一般都是什么次星股小票 你看这种华海对吧 它本身就是什么次星股小票 像这种票的话 你在操作上面是不是 对吧 有机会吃到肉 人体来看它的位置是比较低的 还有像这种票 它本身属于什么 本身属于一个次星股 盘子比较小 后期拉开的话空间会比较大 唯一不足就是像这种票 它是属于什么 属于那种 磕噪板一般的散户是买不了的 还有航天制装 航天制装的话 你看今天也是出于20厘米 这个票有突破的一个迹象 唯一不足就是这个票 这个股性不太好 朋友们 这个票股性差一点点 你看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它股性很差 要拉高的话容易什么 容易冲高回落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也是要注意 这种票我觉得后期 它越是往上走越要考虑是吧 先减仓 因为它股性没激活 它可能是 存在着军工和芯片这方面的一些叠加 但是说真的这种票的话 后尤其是明后天盘中有极拉 极拉冲高的话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不要轻的去追追错了 我觉得站岗的概率会偏大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好 这里还有两个涨10厘米的 延方威这个是老的芯片股 股性比较也是比较活跃的 那么进这里的话 就是一个超低反弹 就是一个超低反弹 你说它这个会成为主性吗 它这个会成为市场的一个焦点 我觉得难 这种票的话 你去参与的话 就是我们说的 要随时准备撤退 核重失状 这个是短期出现底部移动的 这个票大家短期是要注意的 因为它 移动以后面前面这个压力 你看到没有 这个压力一旦它放量突破这个压力 那它的空间就打开了 空间就打开了 而且它是叠加起来叠加卫星导航 叠加无人驾驶 这个叠加军工这些方向对不对 唯一不足就是这个票了 业绩比较差 可是大家会发现在中国炒股 对吧 越是业绩比较差的 它越走的疯狂是吧 所以像这种票就适合 超短线超好短线 就说做超短的朋友要注意 今天是一个明显的一个缩料的反暴板 或者说缩料的一个弱短墙 所以明天不要轻易的去顶了 就说你今天没进场了 明天他明天是前高的这个位置的压力 所以不要轻易的去高位顶了 起码要等他这个高位分歧出信号 然后选择方向 那到时候是进攻还是撤退就明显了 这个时候是相对来说风险比也少的 如果你在明天的高点去接的话 我告诉你 风险是极大的 一旦你做错了不好意思 那你可能短期 都解不了套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从芯片方向走势的看 你看 包括前期一些很多的人气票都开始回暖了 对吧 造一套新这种票 前期人气票现在也开始底部异动了 底部上涨了 还有包括像江波龙这种前期的一些 人气票调整后再次上涨了 对不对 再上涨了 所以这些也是值得大家留意和关注的 好 除了芯片之外 自然而 可能还有一个重心科技对吧 少不了 人工智能速度经济 我说人工智能速度经济 可能大家会有疑问 人工智能在这个位置实际上是属于高位 调整这个时候能参与吗 是吧 很多人说怕人工智能这个时候怕 记住 人工智能这里是存在机会的 但这个机会仅限于那些什么 调整到位的 低位的 并不是说高位的高位的你还是要小心点 这个是大家要区别对的 这里唯一跟其他板块要区别对待的 因为这里是属于什么 这里是属于什么 大家知道吗 属于高位的一个压力区间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 人工智能板块个股的话 是今天也多数片短停 但是从今天旁边看个股的走势 不是特别强 你看像广哈这种也是属于抽屉反弹 对吧 还有像海光都是抽屉反弹 拉很多外国说了 老阳先生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对吧 要不你就盯紧了 盯紧了 就是说近期冒出口的那些票 或者已经盯紧了人期票 什么人期票 比如说科大迅飞 对吧 这种前期龙头票 你看近期调的比较充分 你看他刚好调整到你 调整到60天线附近 所以你盯紧了 在60天线附近回到这个位置来 你可以去低息 可以潜伏 博格反出访谈 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没有问题 对吧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点 所以大家是需要注意 需要留意的 还有除了这种地方 还有前期人气龙头 比如说 是吧浪潮 你看这种票 对吧 他在近期找出一个a字杀 杀的比较厉害 几乎是什么 怎么上去怎么下来了 现在刚好在哪里 60天线附近 那么60天线附近 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博一下的 博个反出反弹了对吧 这里一旦奇闻反弹的话 他是不是有机会下去冲高了 那你在这个低点上 吃的是不是会获利的 那很多人会说 那这个60天线 要是守不住的跌往下怎么办 跌下面不是还有强支撑吗 对吧 就算你短期被套 后期拉高反弹也有机会给你解套 这个就是我们什么了 风险少 潜力大 当然你觉得这个位置跌破后 是吧 你受不了 你也可以直接割掉 直接止损 止损幅度不太大 一到三个点大概就这个样子 所以看你怎么选 整体来看像这种核心人气票 都是属于什么 回调到位的 随时都有可能一来新一轮反出反弹的 你想想在这里 如果出去反出反弹的话 又20个点 又30点也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亏止亏几个点 但是赚的话就赚几十个点 这就是我常说的 是吧 以小博大吧 就这么回事 说了这么多 可能大家会发现我讲的这些 不管是什么人工智能也好 还是刚才讲的芯片相关的 其实这些很多都说是在高位对吧 是在高位 那么接下来有没有低位的 有机会成为接下来市场焦点的 我觉得下面两个方向是需要注的 第一个要讲的是电力 说起电力 可能大家说电力还算低位 电力不算高位吗 如果你这么看的话 是吧 你会觉得这个电力是在高位 但我想告诉你 你如果你去看电力个股的话 很多还是在低位的 这个电力在近期是因为前 这波反弹 BGY上方的高位压力 那一下一旦他 对吧 在这个位置调整结束后 再次放量突破 他的空间是否打开了 而且今年夏天还刚刚开始 热度很热对不对 所以后期不排除 再次调整后的一个进攻机会 所以在这里可以考虑再做一轮上涨 再做一轮反出反弹是可以的 电力的话 前期也诞生了很多的一些流票 一些邀票走出来一个什么 连续涨停的票 撞钱效应也比较好 当然目前来看 这个金能热地开始有点点接力的迹象 这个票的话 他有个特点 他就是赤星盘子比较小 位置比较低价格低 他有机会接力这个票 你看今天是属于一个放量的涨停 目前放量涨停 朋友们接下来很关键什么意思 就是说接下来它是属于弱转强的一个加速 还是背横二流 如果是说背横二流杀到所谓的五日均驾线附近 记住如果他杀到五日均驾线附近 那么大家是可以考虑什么 做一个低吸潜伏的 或者说弱转强加速 超短线选手可以去做博一个对吧 博一个什么突破 这个也是可以的 在操作上面大家去注意 还有前期的一些人气票 也是可以回去看一下的 我讲过很多人气票 电力方向因为它设计的 很多人气票比较多 大家仔细去看 好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 电力整个盘面它后期 就是说你要注意一些高位票的什么 杀跌 你像比如说像西兰电这种 它属于人气票核心票 我讲的很清楚 就是说盘中偏离股价的时候 不要轻的去追 但是到了比如说稍微支撑位的时候 你可以博博对了 同样的可以吃到大肠腿 博错了也没关系 博错了它后面这里 后面这一天两天它也有机会冲高 给你冯高减仓冯高出货 大概率或是这样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要注意 总之一句话就是高位的要谨慎最高 以低位的潜伏为主 尤其是像越电力这种那当我没说了 因为这个的票人家从底部起来 找趋势已经找了一倍了 你再去这个高位追 那很有可能就是接盘 站稿的一个角色 这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好 除了这些之外 很多朋友还会说 有没有还在底部的刚刚启动的 如果你仔细看了刚才盘面 你会发现有一些方向 比如说资源股 资源股在上周初间移动 那么近期调整几天 是不是有机会卷土重来的 是不是有机会继续上早的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整个方向 都在移动都移动 但我觉得这个方向可能会更好 所以系统泳池 大家看系统泳池在5号出现一波不好拉 你是不是发现上周 这里 对不对 这里出现了调整后在这里出去起码放弹了 还记得我在前面跟大家讲过这种技术 讲了很多回讲了很多次 什么技术 就是他往上拉的时候怎么样 不追等他回踩到下面的支撑位的时候怎么样 dc 是不是这样说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去dc的 你想想这个位置是不是就怎么 操到这个底了 那么这里拉高 你是不是有机会 今天吃了大肠腿吃了大肉 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哪有大肠腿 哪有大肉对吧 那是因为你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 那么这个机会可能那你说什么 方向的核心品种在哪里 其实核心品种在前面 这里拉生的时候跟大家讲过 讲过几个票 大家看你可能发现哎 是吧 中科辞业这个票我是重点讲过的 我当时讲这个票是叠加铁铁 叠加什么 叠加5g叠加什么新能源车 以后你看昨天一波反弹 昨天一波杀跌 一波杀跌杀到这个5日均价线附近 还记得吧 我跟大家说过很多回 我说 只要他能够守得住5日均价线 我们不要轻易的下车 不要轻易的做空 是吧 我估计今天很多人在这个票里面会后悔死的 因为什么昨天是五均价线少住 你要今天是一路杀跌 一路杀跌杀这个位置 很多人估计受不了了 再加上在下跌的过程中 他是破位的 他其实是破掉了5g下线的对不对 那么在这段时间有个割肉的人估计是吗 苦民在厕所 其实最好的策略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原理 什么原理 就是还没有收盘 你不要轻易的下定论 他在昨天打了5g价线 今天还没收盘 你就说5g价线破了 这个没道理 没有收盘之前 不要轻易的下定论 后期 后期他如果有反收反弹的话 记住 记住 只要能够守得住5g价线继续抗多 继续躺没毛病 这个票其实好办了 接下来就是盯紧的5g价 只要5g价能够守得住 能够什么 能够继续上涨继续放量 然后我们可以躺赢 说这个票之外 还有一个票也更上不错了 比如说赢口吃底对吧 这个票你看 调整两天这里如果得操了个底 今天不是也是一个大肉网对吧 相对来说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总比这个位置最高 也想吧 是不是 是不是我抢救很多回 拉高怎么样 拉高不追 回踩到支撑为我做dc 记住做dc找人气核心票 找龙头票dc 很多人说哎呀 现在你讲的这两个票刚好 涨起来刚好拉起来了 那么没拉起来 你为什么不涨 为什么不说 对不对 是不是有人在想 那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我前期讲这个板块的时候 我是不是重点讲过这两个票 告诉你这两个票是什么 属于人气票 所以你在操作上面 你要盯紧的这些人气票 活跌到一定的支撑位的时候 我就可以去赌一下 去赌一下 搏一下 完了搏对了 我就是大肠腿大肉 就算你搏错了 止损也就是一个点 两个点三个点 对吧 就算你不止损 后期拉高 你有机会解套 这才是当下的一个什么核心精髓 总之一句话就是反弹 权限开启了 但是想要赚钱 想要吃肉 你还是要盯紧了核心品种做一个博弈 不然的话很容易什么 赚了指数没赚钱 好 这一期的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